每逢中秋节前夕,台电公司都会号召全台电厂员工 还有周边邻里居民进滩做工艺 到现在已经第24年了 台电深澳施工处在30号这天就在瑞芳区的荣兴公园 召集了各里志工进行进滩活动 为环境永续更尽一份心力 30号早上台电深澳施工处就号召瑞芳沿海地区的里长 以及志工们进行进滩活动 台电副总经理陈建毅也亲自前来与民众一同进行 陈建毅表示,瑞芳沿海相当美丽 台电希望海洋环境能永续下去 因此每年都会举办进滩活动 所有的乡亲动员起来为了维护我们的家园 尤其中秋节快到了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把整个海岸线 把它所有的让它恢复 要一个干净跟美丽的一个海岸线 进滩活动也让公所及里长们前来共襄森局 区长陈吉正表示 公所对峡内海岸线的环境相当重视 尤其是沿海的里长里民更是尽心吻护 很感谢深澳施工处的活动 也希望进滩能持续举办 今天我们也动用我们地窗的一个清洁队来协助 他们后续进滩之后的一些垃圾的一个清运 那其实对方的14公里的海岸线 整个公路沿着14公里海岸线非常的一个美丽 那因为有一些海漂的一些垃圾 经常会飘飘移到岸边来 所以我们定期这边也会举办一些进滩的活动 最希望因为下个礼拜就是这个中秋节 那也是国庆的连续假期 那我们也希望带给我们在我们这边当地旅游的游客 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舒服的一个环境 我们每年那个清出来的垃圾都相当多 甚至我们有跟董事基金会那边有做合作 包括我们今年董事基金会应该在大坦电厂那个地方 我们都会跟董事基金会合作 我们清出的垃圾 那我们会照它的公斤数 我们回馈基金给董事基金会 对双重公益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台电表示 自2013年起 台电与董事基金会合作将全台进滩手减实的垃圾 以每公斤换算10元捐助金的方式 协助董事基金会推动儿童及青少年忧郁仿制工作 近5年 进滩已经累积了近14万公斤的垃圾量 帮助超过2万名的学生 让进滩结合进行 同时实践台电关怀社会 公益回馈的企业社会责任 谢谢观看 六方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